团结政府宣布撤销对非穆斯林可以使用阿拉字眼的上诉案 今天成了国会下议院的热门课题 国务议员就质问政府 为何在没有获得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同意下 擅自撤回上诉 所向南都西里安华也给出了回应 强调他有提前咨询国家元首 那更多的详情呢 马上连线人在国会现场的记者于伟健 伟健请说 是的 家荣闹了许久的使用阿拉字眼的课题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是继续延烧 那面对在野议员的连番质问 就问政府是不是在没有事先洽询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情况之下 就悄悄撤回使用阿拉字眼的上诉案 以至于影响伊斯兰教在国家的国家宗教地位 那首相安华就严正的否认 他说他已经事先去征求这个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的意见了 那苏丹阿都拉陛下的这个意见呢 就是认为 线下必须要以这个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早早就定下的规矩 为这个最终的这个决定 他就说也就是在半岛的这个非穆斯林呢 是不能使用这个阿拉字眼的 而在东马的这个非穆斯林呢 则是可以有条件性的使用阿拉字眼的 那安华就认为 他意识到这个案件呢 是非常的复杂的 得回溯到80年代发生的这个种种的事件呢 种种的规定和规矩 还有历届政府定下的规矩的 因此呢他认为既然如此 现在大家就先别混乱 别再争吵了 目前呢我们就暂时 以这个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决定 为依规 我们马上来听听看安华刚刚是怎么说的 所以我们来共用现在 也认为 说明令是 ял自替网ßen 息灭的 基点 哥也 和 этому Nissan 因此 查时 全部 令等证结束 不起 privilege vacant October ursday 今天 答案 004 做取 понять 安华的意思是政府也不是把以往的定下的规矩全都抛出脑后 政府也是会把这些规定纳入考量 或许在未来加以修改的 不过在政府收集资料的时候 而且在最新的调整还没出炉之前 线下我们就先遵循马来统治者的决定 而政府也会针对这项课题 在7月和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召开一个最新的会议 安华也促请大家别再政治化这一项课题了 另外下议院今天也聚焦开学日期 因为疫情打乱了学生的开学的日期 以至于到现在依然还没恢复正常 那教育部法迪娜就说 教育部已经决定在2026年调整回去到1月份开学了 那部长就说当局已经在努力的做出调整 试着把开学日期尽量挪前的 而在2025年会调整到2月份就开学的 那他说要恢复到1月份开学呢 得把各种因素都纳入考量了 包括遵守教育法令 也就是每个学生上就是每个学年上课 190天何不影响学生的主要考试 如大马教育文凭和高级学校教育文凭 STM和STPM等等了 好的 以上这就是我在国会教育院 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马上把时间加还给你交融 好的 谢谢伟健带来的第一手消息 感谢观看